强反弹对盘面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BuyBet是我换过非常好的交易所 无论从挂单深度 顺化体验 交易界面都无可挑剔 BitGAD最近有跟我举办 入境100U就返还100U的活动 你只要入境100U 有KYC做过任何一次合约交易 就会在活动结束过后的10个工作天内 收到100U的体验金 你可以拿这些体验金去试错交易 就是你输光了 你照样可以把你的本金给全部提现 好 那我们直接从比较小级别的 我们就不看日线 我们直接从4小时开始说好了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BitB的盘面 最重要的支撑其实就是 我们画的这条白色线 那其实我们有强调过很多次 不过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来稍微复盘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现在4小时 BitB它是连续接触了支撑很多次 那么其实这跟之前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 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么多次的 好 你可以发现呢 我们在这里 它连续的贴着它 虽然其中都有小的反弹 不过很迅速 它又再次碰回来原本的支撑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拉到前面去的话 你可以发现 我们之前在此处 它碰一下就迅速的弹起来 就很猛烈的弹起来 那么我们再看前面呢 你可以发现 我们这一次 甚至是连碰都没碰到 快碰到了就弹起来 那这里呢 插针碰到就弹起来 这里爆巨量弹起来 OK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情况呢 跟前面的几次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段行情啊 它会让我想到 我们之前的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你可以发现 它在前面碰的时候 一碰到就弹起来 碰到弹起来 碰到弹起来 那我们在后面是连续接触了很多次 好 不过我们此处呢 又出现了一个小把戏 就是它常常出现强反弹 这个强反弹真的是很强的反弹 我们可以发现 它碰触到支撑过后 哇 这个 这个反弹是非常非常猛烈的 OK 有高达20个百分点 20个百分点左右 而且呢 如果说我们不看后面的行情发展 我们就 OK 我们有临场感一点 我们就直接看这样子 那你会认为 其实它上涨的时候 它放出了非常巨大的量能 不过呢 它有个特征就是 它后来又被 更强势的空头给 完全压制 那我们在此处 其实你可以发现 它基本上是很类似的结构 这里 我们单看的话 会觉得量能很丰沛 而且幅度也很够 不过我们后来呢 被更剧烈的阴线 但在这里 它又玩了一次相同的把戏 OK 我们一样强调临场感 所以我们再来回到当时 如果说我们只看这样子的行情的话 你会觉得 非常强势 暴力突破 并且带有量能 不过后来呢 它跟前面一样 它又被更强大的空头量能给 完全压制回来 那这让我想到一段行情 这里 当时 跟现在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都在很重要的支撑 OK 如果说这个支撑破了 那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那当时呢 OK 如果说我们 放大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它也出现了很多次强反弹 首先这里 然后呢 这里 还有这里 如果说我们单看的话 你都会觉得量能 还不错 量能配合是有的 不过后续呢 它都被 更强大的阴线 给砸了回来 OK 甚至创出新低点 那么 我认为我们现在 很有可能就是在 这段时期之内 不断的划门啊 把别人洗下车啊 洗下车之后 很有可能就会迎来一波趋势行情 所以 我现在的策略就是 我可能把止损稍微放远一点 然后仓位 小一点 等到 我们确认的时候呢 我再把仓位给 加到最大 OK 加到 嗯 我原本期望的仓位 那可能是 针对目前 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而且如果说我们在 切掉一小时的话 你也可以发现 我们刚刚这根K啊 刚刚这根K 其实也是一个 蛮强势的 OK 我们看以太坊更明显 我们以太坊 直接看到 一小时级别 你会发现 我们在这个支撑位的 表现啊 OK 这里有过很多次支撑的效果 然后我们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放大来看 OK sorry 我重画一次 我们把这根K放大来看 它的量能非常的足够 而且 它的实体部分呢 也很强劲 下影线非常长 OK 那这算不算是一种破底翻呢 它可不可以做多呢 如果问我的话 我会认为呢 是 呃 我们到一块白板 如果说我们前面 是一段上涨的行情 OK 我们不管它怎么上涨 然后 回调过后 再一个支撑位 迅速的出现破底翻的话 出现刚刚那种K线 那绝对是个 非常好的做多时机 但如果说我们前面 走的是一波空头行情 然后再一个支撑位 出现的这种类似破底翻的行为的话 呃 它或许可以作为空单减仓 或者说平仓的信号 但是如果说作为做多的信号的话 我认为还是太薄弱了 好 非常感谢各位 拜拜